眼前这个被熊狮咬住的男人叫杰克 他是一名动物研究者 在近距离研究熊狮的过程中 就因为一个错误的动作 不慎激怒了熊狮 那么他能安全逃脱熊狮的攻击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躺在地上的熊狮叫做亚历克 他曾经是一个狮群的狮王 因为年老体衰 最终被母狮们合伙赶出了狮群 在亚历克濒临死亡的时候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把他救了回来 杰克得知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来到救助站 并且准备近距离了解狮王的习性 这是杰克第一次和狮王近距离接触 他很没有经验的 在狮王的鬃毛上不停的抚摸 狮王显得有些不耐烦 不停的用爪子爬了他的手 可旁边的救助员一直说明是 过了不一会儿 狮王突然站了起来 前爪趴在救助员的身上吃口 还不时的咬拽他的衣服 显然 他对刚才这两个人的行为非常不满 可狮王也知道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软 更何况救助员对他还有救命之恩 在救助员的一声令下 狮王瞬间就冷静了下来 随后还趴在救助员面前 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一样乖 杰克看到救助员可以驯服施法 于是又上前继续抚握着狮王的踪影 试图讨好他 可狮王明显是不愿意 对于狮王而言他曾经怎么说也是一个狮群的国王 只有母狮才能碰他的综毛 现在却被一个人类不行为 确实有些丢面子 被激怒的狮王抱住杰克就试图去刺咬 杰克很聪明 一直用左手对着狮王 不让他的狮头咬住自己 狮子是一个天生凶残的动物 一旦他们发起攻击 势必就要置猎物于死地 所以杰克尽所可能的不让狮王咬到自己 狮王的发黄让旁边的救助员也紧张了起来 他不停的在旁边用手使劲拍大的狮王脑袋 试图让狮王尽快冷静下来 近距离被狮王攻击 估计杰克内心也是慌的一批 不一会儿 狮王慢慢冷静了下来 虽然还咬着杰克的衣服不放 但已经没有了杀戮的意识 就在两人放松警惕的时候 狮王突然咬住了杰克的左腿 杰克一边安抚着狮王 一边使劲地抽开自己的腿 没有找回面子的狮王 突然挣脱了救助员的控制 一个转身又一次扑到了杰克身上 杰克用胳膊肘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狠狠地卡住了狮王的脖子 救助员也是很及时地把师傅拽了下来 杰克急忙让助手打开笼子 赶紧逃了出去 从画面可以看出 杰克的左腿被狮王咬出了一个很深的伤口 事后杰克深深地打开说 如果没有救助员在旁边 今天可能就是他的末日 不得不说 人类在重打几百斤的狮子面前 真的是不堪一击 好在杰克全身脱险 否则可能就要全身开始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